看着有这么多同学喜欢自己 不到一岁的搜救犬薄荷显得特别兴奋 不停地摇着尾巴 用鼻子去秀大家的气味 人比较多 他本来打几小的 他这个摆得很小 如果今天确实挺兴奋的 搜救犬的话 各种就是有人被困的现场 包括地震 遗失流 雪崩 或者说有老人小孩走失了 或者说有驴油在山顶里面被困呢 他都可以 因为他们我们训他们就是 通过找人体气味 他对人体气味特别不错 如果在空气中捕捉到 他就会顺着风或者顺着这个气味 就找到 让他就会在这个地方设计 就告诉我们现在这里有 除了可以和搜救犬近距离接触 在现场 各种先进的消防救援设备 也让同学们大开眼界 在这次校园安全文化节上 交管部门除了宣传一些交通安全知识之外 还将一辆流动车管服务车开进了校园 为同学们办理各种车架管业务 不少同学就在现场为自己的电动自行车上了牌 既可以学习交换安全知识 又可以顺便上牌 就是用的时候知识又很便利 华中师范大学保卫处王处长告诉记者 这是华师举办的第二届校园安全文化节 师生们可以通过互动的方式 参与体验相关安全文化活动 如模拟灭火体验 学际逃生绳节 国家安全飞行旗穿越火线 反诈知识静达 酒驾在验 里面的形式我觉得很精彩 都很吸引我 因为它就是采用了趣味性的活动 让你去了解一些安全知识 或者是反诈验的知识 我觉得这种娱乐和学习相结合 还是蛮好的 你怎么会不会想到呢 我们有什么时候 有运务单 如果 我们 我们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